一面是战功累累的青年军官 一面是在外打工的魔龟公 至少有30名女孩曾经爱上过她 精进是什么 让她的骗局一片一个准 我觉得就是很远 我就是远 和她对我更远 明明看着比较多数的骗 又因为什么 让她们迟迟无法看清真相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我想和你谈恋爱 明镜与点点栏目 25岁的方方是宾馆的服务员 在一年前她认识了一个 自称是北海舰队的青年军官 你好 我叫人早于今年30岁 北海舰队的 在球球上认识的 然后北海特燃队的那个当兵的 知道网名是那个中国海军 这名海军军官的QQ空间中 记录了她与战友参与索马里围和 打击金三角贩毒 参加国庆阅兵等活动的点点滴滴 年轻军人保家卫国的奉献精神 深深地打动了方方 他说自己以前有个女友叫小婷 是军医 在索马里围和时 牺牲在自己的怀抱里 他说自己对方方一见钟情 是因为方方长得很像小婷 方方渐渐联想起了一个 隐忍 痴情 奉献牺牲的青年军官形象 很快他们约好了第一次见面 两个人在济南玩了两天 感情迅速升温 眼前的这个年轻有为的军官 就是方方的初恋 我们大家都知道啊 这个初恋啊 总是刻骨铭心的 方方觉得 这样一个保家卫国的军人 需要自己好好的去爱 但是事实真的会是方方想的那么美好吗 自己与一名海军军官恋爱了 方方把这个好消息 最先告诉了舅妈 我一开始的梦想 觉得就是宾哥哥应该是很靠谱的 你知道吗 舅妈了解到对方是一名优秀的军官 也替方方高兴 但还是警觉地问了一下 两人是怎么认识的 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 方方并没有说实话 她说小言是朋友介绍的 知根知底 我还强调这个 不是通求生说的 她说不是 那如果当时她就跟你说 说是在通过科科 或者微信认识这么一个男人 那我就不会叫她谈了 一个辅团就干不干 用这扫毛去谈对象了 舅妈一直催促方方带男朋友回家 给父母见见 可小言一直说忙 后来还是舅妈给小言打了电话 小言同意和方方一起回农村老家 方方的父母对小言很满意 说小言已经把买婚房的钱拿出来了 但就在舅妈陪同方方看房时 起了疑心 舅妈要求亲自见见 这位方方所谓的军官男友 帮她把把关 舅妈起了疑心 私下和方方说 想看一下小言的军官证 舅妈说 见方方的男朋友生了气 还发下毒誓 方方也不高兴 她也不好再坚持 最后聚会不欢而散 两个月后 小言说自己要调到北京总餐了 正是上任之前来和方方聚聚 舅妈想着方方收入不高 不想让她再花钱给男友订宾馆 舅妈找了自己的朋友黄玉 借了她家的一套空置房住几天 黄玉的丈夫是军人 几次接触下来 黄玉也觉得这个军官有问题 黄玉把这个怀疑跟方方的舅妈说了 正好暗合了舅妈的疑惑 方方都和她交往一年了 必须查清楚这个人的身份背景 于是她和黄玉趁方方不在的时候 直接上门找到了小言 她拖住小言聊天 黄玉找出了她的身份证拍了下来 身份证上的名字不是颜兆宇 而是颜兆龙 户籍地址是山东省梁山县 于是她们又拜托了梁山的熟人 到她老家的村里打听一下 她结婚了 有孩子了 老婆叫薛金主 原来这个颜兆龙早就结了婚 是三个孩子的父亲 舅妈觉得一定要让警察来管一管 这个欺骗女孩子感情的假军官 于是拨打了110 警方把她带走接受调查 一起拿走的还有她的一套军装 路上张警官问了她几个问题 你是哪个部队的 她说我原来我是南海舰队的 现在调到青岛的北海舰队去了 然后我说南海舰队 我说那时候你在南海舰队什么部门服役 她说我在驱逐舰上 在军舰上服役 我说那你是哪一艘军舰 我说军舰他懂得有一个名字 他当时张哥跟我说了 他说我在威山湖号上 当时我说对 我说威山湖号 这不是一个补给舰吗 他当时有点慌 到了派出所警方一查颜兆龙的户籍 28岁农民 小学文化 已婚 从未服过兵役 张警官还去了一趟颜兆龙的老家 调查情况 警方还拿回了颜兆龙结婚证的复印件 随后方方也被警方叫到了派出所了解情况 第一次的时候 他说出海出了事故 然后需要修理汽车 然后当时我记得是大爷给他一万多块钱 还有一次就是 就是要跟我们父母见面 商量结婚的事 然后又给他大约五千块钱 孩子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 被人是骗了财又骗了色 方方的舅妈呀 真是又气愤又懊悔 在认识颜兆龙的这一年的时间里 方方是瞒着家里人 把自己的所有的存款都给了他 后来呢 颜兆龙说自己出了车祸 方方呢 还从在北京打工的父亲那里 要了五千块钱给他 这个颜兆龙有问题 其实也不难看出来呀 每每遇到钱的事上 就像女方伸手要钱 一点也不像是一个月薪过万 又屡历战功的军人呢 方方却丝毫没有觉察 更是没有怀疑 那他究竟是凭什么把戏 让方方上当的呢 那你告诉我 作为一个中国人民解放军 海军军官的基本学历是什么 他还真知道 要本个毕业 我说你小学毕业 你又当副团职军官吗 我对 他一听 我那个什么 我当兵的 我没当过军官 我给你聊了一下午 你除了姓名和性别是真的以外 你没有一句话是真的 这个贾军官终于不在边了 可是他到底骗了多少女孩和财物 他的答案只有一个 记不起来了 说到一个叫小婷的 说是她的前女友 然后她是就是对牺牲在场上 而且是牺牲在她怀里 警方竟然根据这团故事里的线索 真的找到了小婷 当然她并没有牺牲 也不是军医 甚至就生活在济南市 联系这个女孩的时候 她还不相信她是贾军人 警方了解到 小婷和嫌疑人的交往是在2011年 小婷应该是她骗的第一个女孩 就是需要简单的把这些事情记一下 最主要就是说需要有你的这个签字 按手印这块 其实本身我们也不需要你这个 你就是说上这个法庭啊什么的这些 要吧 因为我不想再贪火这件事了 为什么呢 没有为什么方法 就不想再弄这件事情了 就感觉过去的事情就不想再提了 张警官说 嫌疑人和小婷分手的时候 小婷已经怀孕 而嫌疑人以回部队执行公务为由 一去不返 后来小婷只好自己偷偷做了手术 如今小婷已经结婚 她希望这一夜就此翻过去 不要再有人揭开 随着警方深入调查 从2011年开始 以恋人身份给这名嫌疑人汇过款 有过宾馆住宿记录的至少有30名女孩 这段语音是嫌疑人和一个西安女孩的聊天记录 时间是嫌疑人被警方带回的两天前 于是副所长成建的一项工作 就是拿着被扣押的嫌疑人的手机 用嫌疑人的微信 开始一个一个的寻找受害人 最终嫌疑人作案的轮廓 也逐渐清晰了起来 他根本就没有服伤 只是任务受伤了 这一个是说他在军事演习 这明显是从网上带下来的 对 但是呢 他是海军 他不可能是这样的 阅兵 这个阅兵 他说他参加在里面阅兵了 他在里面训练 随着颜兆龙一起带回来的这身中校军服 也疑点重重 而他正是穿着这套衣服 去见了方方的父母 真正的海军春秋长服 他是不会在这里画的 资历牌 资历牌 相当于富团 这是军种 这是海军 军种 然后这就是他假冒的名字 富团嘛 一般是少校或者是中校 这个军衔在这个位置 他这个没有 对 这就说它是个假军服 警方已经查到 这套假军服 是嫌疑人在网上购买的 一个小学文化的抹灰宫 靠这些就能骗到这么多女孩子吗 这只能是那些女孩 自己能回答的问题了 承建警官现在要去胶州 见一个女孩小高 警察是在颜兆龙的 转账收钱记录中 找到小高的线索的 小高在一家饭店做服务员 为了不影响她的工作 警方专门约她到车里 了解情况 他为客户上 微信上 基本上都是他穿的军装 你对他的好感是就来源于 当兵吧 那时候挺崇拜当兵的 在没有见到他 光看他这个微信 或者微信空间里的 那些军人生活照片的时候 你觉得最打动你的是哪些内容呢 本来就是他每次说是救人的时候吧 其实颜兆龙也不是没有被识破过 张秋的李女士 她的前夫就是个军人 所以这个网络中的海军军官 一旦到了现实中 李女士就决出不对了 他的手一点都不像 首先第一个 他就因为他再怎么训练的话 他手是干净的 手是干净的 指甲要按时去剪的 你想到报案了没有 没有 因为当时他也没有 他也没有骗我钱 也没有骗我什么的 生活经验相对丰富的李女士 及时识破了甲军官的骗局 可李女士觉得 这事没法报警 他没想到会有那么多人上当 你这号称这是你 再次 再次 再次给你治疗 再次课的 对吧 再次搜的 在网上搜的 再两 这就是你后期给人发的 经典的军官照 对吧 这张照片没有见证 没有记证 这是一个自理证 严兆龙说 一开始他只打算在虚拟的空间里扮演军人过过瘾 后来发现不少女孩表达了仰慕和崇拜之情 他的想法渐渐就变了 不光是在虚拟的空间里过瘾了 而是走到现实的空间里来骗人了 随着上当的女孩越来越多 她的胆子也越来越大 严兆龙钻的空子就是 女孩们对军人身份的信任 和对军队的不了解 以及没有女孩敢站出来报警 直到遇见了方方的舅妈 而到现在 她竟然还一口咬定说 自己对方方是有真感情的 如果没感情的话 反正也不做那么长时间了 就说就走了 如果你真是这么想的话 警方的调查 交往期间 不是交往的原因 真心这两个字啊 从她的嘴里说出来 那么的有讽刺意味 因为这世上从来没有人 用假身份假承诺假经历假背景 来获得真感情的 更何况玩弄本身就是欺骗的代名词 要不是方方的舅妈及时报警 还不知道会有多少女性继续被她玩弄 被她骗呢 30个受骗者呀 就是30个沉重的问号 在骗子拙劣的演技和各种穿帮的镜头里 受害者的单纯和无知被放大了 思考和判断降低了 据说人的选择呀 是靠对未来收益的预期来决定的 收益越大 选择的冲动就越大 那这些被骗的人 到底看到了什么收益 而忽略了风险呢 是爱情吗 如果一开始 燕照龙就告诉对方 他不是军官 而只是一个普通的抹灰公 那还会有人爱上他吗 这个假设呀 太残忍了 答案留给大家吧 我是徐俊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